好 好 好 妳說妳正常 她說妳不正常 我就會 妳正常嗎 對 今天來的呢 我得鄭重介紹一下 她很多年沒有上節目 真的 對不對 對 我剛才還相認了一下 是不是 好 我們的陳怡文 等一下 我們佳希 嗨 好 我們的黃小柔 陳怡文 嗨 嗨 嗨 佳希很久沒有上節目了 對 十萬年了 十萬年了 給我們很大的面子 謝謝 這麼多年來都在幹嘛 我發現我那個時候血色素太低 低到只剩三點二 那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 我平常走路都覺得 為什麼我好像在爬山 血色素低 含氧就低 含氧就低 所以我就常常會去 開車開到一半的時候 就不小心打瞌睡 就屁死到前面 所以真的很可怕 可怕到我朋友 那後來我給他講 我這三點二 然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先生是醫生 他說 他跟他先生講 他先生說 這個人 他現在還走在路上嗎 對 覺得他應該在急診室數學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走進來 謝謝大家 夫妻之間的這種相處 是如何配合 這種 夫唱覆水的這種模式 會比較幸福嗎 你們覺得呢 來 圈或是插 來 請舉牌 覺得夫唱覆水一定幸福嗎 No 好 小柔 不幸福 怎麼會 怎麼會 學姐 話說到這邊 我不是怕 我是尊重先生 來 給你講 因為要先插點看 其實我為什麼覺得 不要敷上覆水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夫妻要 應該是互補 如果你都什麼事情 都依著他的話 我覺得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先生他呢 開車很保守 他在任路這一塊呢 也是極低 他沒有那個方向感 那因為我從小就被我爸爸放在 駕駛座旁邊 他就是告訴我 你要怎麼認路 你要怎麼看 所以我的方向感是極準的那種 所以呢 只要我在的時候 都是我要開車 那我先生一開始 他都 他一直跟我講說 男生就是要開車 不然男生坐駕駛座旁 副駕 有難看 對 但是我 好 我就每次給他載 明明就是四十分鐘的車程 就會開到一個半小時 幾兩小時 太誇張了吧 然後還有一次更誇張 他給我停在馬路中間在想說 停在馬路中間 對 還是要回轉呢 我說沒有問題 讓我來告訴你 你先前面直走 右轉再右轉再右轉 這樣子就回到原點 你就可以思考說 你要左轉還是右轉囉 然後後來我就用一個 很委婉的口吻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真的是 平常工作太累了 然後我覺得你思考太多 所以你開車 就沒有辦法專心 那 開車是我的專長 開車我會覺得很解壓 所以你讓我開 你當大老闆 你甚至坐後面都可以 其實我內心是想說 我不想浪費時間 你趕快幫我超車 真的 你不要再這樣開了 你可不可以 就是這邊右轉嘛 你凝固大後通的藝術 對 那個是因為你很有智慧 你會知道怎麼去回應 他想要聽的話 對 不去講那些反駁的話 躺了好幾年的血 才學會 真的 也是有很多年的經驗 才可以這麼說 要不然如果像我們這種 才結婚剛沒幾年的 我老公如果是 他也是一個方向感很差的人 如果是我的話 絕對就是一秒爆炸 所以我現在選擇的方法就是 敷唱覆隨 我就是反正我老公說什麼 我就乖乖的聽 像是剛開始我們結婚的時候 我剛才就覺得他很煩 因為他常常會念我 他會莫名的覺得 我身體很差 比如說在室內我走進戶外 或戶外進室內 我一定會打噴嚏 那加上我們家的 從我啦 我哥哥 我爸爸 我阿嬤 我們只要家裡面 有一個人起床 我們家打招呼的方式 就是打噴嚏 我們今天這麼早就要進置入了 沒有啦 還沒啦 真心話 真心話 我今天有帶來這一集 至少我吃了這個以後 他也發出了 沒有啦 我先生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家的人都會是 常常會打噴嚏啊 好像身體容易過敏這種狀況 那是不是要吃一種藝術 沒有啦 今天帶來的這一個 就是我的分享 他幫我準備了別的 對 我們同居之後 他就準備了空氣清淨機 然後又準備除濕機 他就問了醫生 醫生說家裡面的空氣品質 還有濕度 會讓我們有過敏的人 可能會改善 所以今天帶來這個除濕機 對 他就準備了一台 他就準備了一台 就是家裡面就弄好了這樣 果真我們這幾年就是同居 我發現我的過敏狀況 真的就好 對 那我就想說 也挺好 我樂得輕鬆 反正我也不用聽他在那邊 碎碎唸 然後又幫我把家裡的環境 打理得好好的這樣子 也不用打噴嚏了 對 我就覺得 敷唱覆隨 OK的 在家庭裡面 一定要敷唱覆隨 扮演小女人 而且每天你都 一定要跟你的先生 就是報告 你要把他當董事長 要說明天的行程是這樣子 就是爸媽媽吃飯完了以後 對 好尊榮喔 真的嗎 真的嗎 你看我這個 十幾年的這個 很辛苦的度過 是這樣子對不對 尊重的學姐 尊重的學姐 對 我就前面 我會先故意講一個 其實他可能會很茫然的 一個一套理論 就是說明天爸媽要吃飯 小孩要補習 可是你看這個時間 我要怎麼掌握 然後他說 你去就好 這太棒了 我就可以自己看 所以其實是 先尊重他 可是其實我自己 有一套企劃書 就是說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我們自己要 夾縫中求政策 新娘縫 那給他英偉 對 他講出來 玉琳哥 沒有看 沒有看 我覺得這樣 她姐不要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是要復唱復隨 我老公不喜歡去 人多的地方 像他有一次我們約去 什麼南莊逛街 他就說人很多耶 那裡會不好停車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不要嘛 就是一直去啊 反正就是人家一起去啊 那個公公婆婆一起去 之類的這種 他去的時候就 有點生氣 整個路上臉都很臭 然後一下 然後走路的時候 人又很多 然後小的又很小 又要扛在肩上 天啊 他就很不想配合我們 去做這件事情 但他又必須要答應 就是要陪著欺小的概念 回來之後我就覺得 他說 平常的時候也可以去 那我們平常 小孩還小 不需要請假 平常再去就好 我幹嘛一定要六日 去跟人家人擠 對 幾次下來之後 我就發現好吧 那就聽他的 我發現聽他的之後 順很多耶 他開心 然後我也覺得 我有玩到也很開心 我也不會覺得說 他在那邊抱怨 我會很壓力 對 這個配合我覺得是 減少自己的麻煩 沒錯 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說不能 對 我真的覺得不能 敷唱敷水這件事情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以後的觀念會差很多 是 像是我現在 對吧 他現在感覺就是小辣椒 因為我真的覺得像 他講話他就是一直拍 就拍 沒有 因為像我現在 我們家小朋友現在 才一歲三個月 我們已經在討論之後 是要公託還是私託了 他覺得要私託 因為他覺得說可能教育 或者師資上面 可能會比較好等等的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沒關係 公託也很棒 因為 你不要覺得說私立 就一定是最好 你要去判斷 或者是怎麼樣 所以我會問很多的鄰居 或者親朋好友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 在這個爭執這個觀念 要討論 其實很困難 可是後面只要觀念相討 就順了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 討論完是 我們是覺得說公託 是還滿OK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討論很OK 但妳不會 他說什麼就什麼 不會 要討論 我們家是大事我決定 小事我老婆決定 小事我老婆決定 但我們家也沒有大事 對 謝謝 那我覺得 我認同派派講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看 每對夫妻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 平常是南北兩地 所以我覺得我們只有 假日可以相處 如果時間又用來起爭執 我就覺得很浪費時間 像我們之前 如果要出國旅遊 然後兩個要一起規劃行程 就一個想要去東 一個想要去西 就很常吵架 所以後來就想說 不然就試著 讓他去規劃看看 後來發現 我們就是去放鬆的 那每天去日本 睡到自然醒 然後再早行程 其實也沒有不好 就是兩個減少衝突 然後就會兩個很舒服感情 反而還越來越好 看一下 夫唱婦隨 就一定會幸福嗎 聽聽QOL怎麼說 我的答案是X 我有一個親戚朋友就是 他結婚後就在家裡 就是帶小孩 然後幫老公的公司工作這樣子 所以他是一直 雖然說聽起來是老闆娘 真的頭閒看 聽起來很好聽 但是其實他是一直都沒有收入的 然後有一點就是他 父母老了 就是生病需要用錢 他才發現他身上根本就有錢 然後他就想要跟老公說 我想要出去工作 但是老公超級反對的之外呢 就是還說 你這麼老誰要請你這樣子 他一方面他沒有自信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 對抗老公的那個言語的罷了 他就感覺好像 女生就被綁住 所以就是女生絕對要有底氣啊 這一題一定是錯的 一段健康的愛情裡面 絕對是 你跑我追 追到了 我就跟你嘿嘿嘿 不要盲目的就是去追隨對方 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勇敢的把它說出來 不然就是你一直盲目的追求啊 其實久了久之啊 自己心裡也會生病的 各位勇敢的說出來吧 根據調查 多數QL投給了不幸福 得票比例百分之六十四 你覺得正常嗎 黑黑黑黑黑黑什麼啊 對 有沒有聽起來裝蒜的衣服嗎 就是一個共生詞 多數人認為敷上敷髓是不一定幸福的 跟我們想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選擇比較幸福的 太傳統 太保守 不正常 請開 天啊 太亮了 是嗎 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怕老公一組 日常必備哪一種技能 對喔 A 你要會看臉色 讀空氣 B 你吵架要先認錯 都好委屈喔 A還是B 請選擇 兩個都很重要耶 各位啊 你是你會看臉色 你還讀空氣喔 你讀一下我們今天的空氣怎樣 現在還不錯 空氣品質滿好的 那你也會觀天象 對 我很會看我老公的臉色 因為他平常是一個 其實脾氣非常好的人 但是只要我老公 要嘛不生氣 一生氣起來真的就是那個獅子男的那種 很可怕 就要炸掉 他就會炸掉的那種一秒爆炸 像有一次呢 是我們去看電影 每一次我們進電影院一定都會 買個零食啊 或是帶杯可樂啊這樣 結果那服務生 他就這樣子喔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次實在太尷尬 他就這樣 為什麼 然後我老公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不是一直 之前我們每次進來 就是都會買 就是這個東西啊 薯條可樂啊 然後那人就這樣 好強喔 他就這樣子 然後我老公就一秒 就爆掉 我就已經看到他的臉 已經是耳朵紅掉 耳朵一喉 我就知道OK 他要發威了 他就是要發威了 然後我才正準備要擋而已 我老公就直接把我手上的薯條 跟可樂 他就這樣從那個面前這樣子 他就這樣然後看著他說 不要吃可以嗎 往那個旁邊的垃圾桶 這樣丟進去 一丟 我想說天啊太尷尬了 因為我老公很高 180幾公分 我很怕他可能 我們本來要看的是動作片 我在這邊就會上演動作片 我趕快就這樣 沒關係 不要吃 對 我剛好也很飽 謝謝 我就趕快拖著他 就往裡面進去了 所以就好容易 真的不行 對 我就趕快 就馬上化解了 但我那時候我真的嚇死 我超怕那個服務生進來 就揍我們的 我就這樣趕快拖著他 可是他的確滿欠揍的 對啊 我就覺得 那個態度真的很差 所以妳所謂的 看臉色讀空氣 就是任妳老公的耳朵 我只要對 我只要看他的耳朵 一變色我就會立刻 沒關係... 妳身體會哪裡變色 好強 你覺得是太強勁 我會吃爆一下 很白的小包 我不會編著 我會發出像貓的聲音 貓不是用喵的啦 貓生氣那是用撕的 撕 撕 撕 你會發出這種聲音 誰 我們真的要相信 誰啊 貓也是用撕 拍拍對不對 貓生氣怎麼生氣 撕 撕 對 貓胸腳都也滿恐怖的 但是你們幫我拚拚妳 大直有一間影院呢 就是妳去可以點餐對不對 我知道 然後妳就進去了對不對 那電影開演差不多五分鐘 十分鐘以後 他們就會陸續把妳點的餐就上 對 送的 那一天禮拜天 然後就是去看芭比嘛 我也在那邊看 我老婆女兒 其實我們在那邊等待 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了 結果呢 我們在電影院 那個芭比已經演了一個鐘頭了 對 爆米都還沒來 爆米都還沒來 可樂也沒來 多紅 可樂也沒來 我耳朵沒紅 我就逼他不要 為什麼要對外衝突的是 不能讓妻女來嘛 一定爸爸要出面了嘛 對 當然我是讀書人 其實 我真的是一股怒火 但是我一直壓一直壓 我想說他們一定有 他們的委屈在 那我跟店長說 你們今天服務品質 跟以前怎麼不一樣 他突然點框飯桶你知道嗎 怎麼了 他說 因為那一天是禮拜天 那個所有的正職的服務人員 都不來上班 他說他摳不到人 他說禮拜天他們要晚 不來上班 我說那 現在那三個幹嘛 那三個都是我朋友 他們幹嘛的 那個是 那個是賣菜的 真的假的 你不要騙人數就對了 類似這個意思 他就是把人出來 可是那些人完全沒經驗 怪不得我看那種盲東盲西 每個人都像無頭蒼蠅 然後我聽完以後 你說我還有辦法 跟他生氣嗎 我只好說 好 沒關係 所以你看臉色 我了解你的服務 我說我是沒關係 但是那個 我小孩的爆米花 他說那我先給你 他就咬了兩碗 然後他說 然後我一坐下來 隔壁有另外一家的 那個媽媽看 為什麼 他一個爆米花 他爸爸也是自己拿爆米花 是喔 原來是 你很可愛喔 我們也是選A 就是我們要看臉色 毒空氣有多重要 因為以前我就不是這樣 所以他可能一拍戲 回家的時候 我覺得老公怎麼樣 煩不煩啊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那麼倒楣 什麼話都講不出來 所以現在他只要鑰匙一頭 我就躲在陰暗的角落 偷瞄一下 他現在的臉是怎麼樣 因為他有時候翻臉跟翻書 很可憐耶 沒有辦法 我也去看家欣耶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在家你知道嗎 我只要開我們家那個門 我都感覺我是外傭 要進那個家門 你知道嗎 這個家門的這個 氣氛是怎麼樣 我要自己先深呼吸口氣 要配合啊 所以呢 他只要拍戲回來 我現在就學聰明了 就如果他看起來一副 就是臉很臭 或者就安靜了自己回房間 太棒了 我絕對不會去找他 因為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就表示空氣品質量 紫爆 好 我這個時候躲到冰箱 然後拿出來西瓜 然後就會 這樣喝起來 而且我不敢 我不敢看他跟他正式 我要偷偷地從他後面 西瓜在這裡喔 然後他不理我對不對 那我就心裡想 那到底要吃還不是 而且要試探 所以我就會說 如果不吃我要趕快拿回去冰 因為西瓜不能涼掉 會不好吃喔 然後他就說要 只有一個字 所以表示還不能靠近 你知道嗎 這時候貓還會 真的嗎 那他大概也覺得吃的 你知道人就這樣嘛 吃在嘴軟 所以稍微好一點 吃完了要拿出來了 沒有 我來...趕快收拾 對 然後這時候他可能就會說 我跟你講你知道嗎 今天真的好累 明明只有一場戲 我拍了一整天 那這個時候就警報接觸 好可愛 他開始願意講他今天翻 EQ好高喔 可能很多女生都不認懂 但是站在男人的角度 真的是好老婆耶 有時候我當我也很累 很生氣的時候 我記得有時候 我怕這個情緒反應 會傷到小孩 我一進門就說 今天不要跟媽講話 不行 先講出來 對 我就這樣 今天不要跟媽講話 你們會後悔 然後我就會 你們會後悔 我消化完之後 我會再出來這樣子 OK 這就是我們女人的智慧 對 像我跟我老公加起來 大概已經在一起 十七 十八年了 所以我覺得 會看空氣品質 已經是必備技能 本能的啦 如果真的只報了 我一定是先道歉 像之前我... 對 我一定是先道歉 怎麼樣道歉我都可以 像我... 你已經過過 被委屈的道歉之間 我怕你不敢 我也是... 沒有 沒有 這個情度太大了 像之前我過年 跟我老公一起回婆家 然後我們其實事先就有講好說 我們初二就是十二點要離開 因為我們要回娘家吃飯 都講好了 所以時間到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暗示我老公說 差不多可以走了 但他就是你知道回家就會 男生回家都會變一個樣 他就在那邊拖拖拉拉 然後我就開始會 口氣越來越差 不耐煩 這時候我老公 只要我聽到他說這句話 就像他耳朵紅一樣 他只要我聽到他說 我就會立刻道歉 因為他會立刻變一個人 他好像回到國中 他會開始這樣 無限循環 他會說 怎樣 阿爸你現在就要怎樣 就要加九 對 他就說 反正我就爛阿 阿爸你要怎樣 我就可以這樣無限循環 一個下午喔 所以我只要聽到 阿爸你要怎樣 我就是道歉就對了 很幼稚耶 我就是道歉 我下跪我都可以 我真的不想要一下午就聽到 你要怎樣... 怎樣 對 安撞 不過學起來... 對 先道歉就對了 我不行喔 你先道歉就先放過自己 而且男生會極度貶低 自己到自殘的程度喔 就是你... 揍強力 你只要跟他吵架 對啊 我就是沒用啊 對 我就是卑鄙啊 我就是畜生啊 不然怎樣 他一整天不放過你喔 對 你已經不想跟他吵了喔 你怎麼那麼了解 你已經把自己走在房間喔 他硬要假接上廁所 進房間看人家裝上 怎樣 對 沒有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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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這樣對芽芽 我講一個 我國中有一個同學 就是只要一個男生 就是像玉琳哥這種 是不是我老公啊 然後他就生氣到 去打那個油箱 油箱 然後手就卡在那裡面 我當場真的笑出來耶 就覺得你還敢笑 妳有幫他拉出來嗎 所以你們聽到怎樣 一定要小心 我一定是先認錯我老公是一個 就是如果吵架 他願意一講 就沒有事情的人 因為他其實是 因為他工程師有工程 他就一直講一直講那種人 可是有一次真的是不得了 你知道嗎 其實因為我在弟弟剛出生的時候 他從月子中心喝著奶奶 那個不是會有一個湯匙嗎 他不是都會有一個 奶粉裡面都有湯匙 我都留著 因為我就想說我很想要 對 為什麼 我很想要不來就說 弟弟你看你吃飽嗎 多少錢這種 這種無聊的話 對 就每一個湯匙都是一罐奶粉 真的 有一天我收集了一年左右 我有天就是想要去 把那個什麼湯匙拿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湯匙全部不見了 我就問他說 湯匙咧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啊 那個媽說 問我說 這袋湯匙是誰的 我說不知道啊 你就是講這一句不知道 所以湯匙就不見了 然後我一年來的心思 也全部都不見這件事情 我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讓媽就把這個湯匙丟掉 你應該說 那是我的 然後這樣媽就可能不會丟掉 我就說 像你哥哥東西也在家裡 你媽媽會丟 媽不會 為什麼我的會呢 因為我就是外人嘛 對 大樓草 然後你知道 這時候他超誇張 他就這樣抱著小孩 然後去樓上 去樓上四樓 想幹嘛 我就覺得事情大了 因為他從來沒有 就是這樣默默的 把小朋友抱走 然後我就這樣偷偷的說 老公 怎麼了 他就說 我們平常在家裡 為了你做這種事情 對 我怎麼了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就覺得事情很大條 我就說老公 對不起 是我口氣不好了 我最近壓力很大 對 然後他就把我抓過來 我們三個人就哭在一起 對 妳好厲害喔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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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也一起哭 老公 接受我一直道歉 因為我覺得 道歉就會委屈 我誰 我黃小兒跟妳道歉 所以我就要先讀空氣 因為我 妳也會看空氣品質 我超會的 而且我 我是這種隨便 居然就稍微一測一下 還說 不對 然後我先生不是臉紅 我先生是眼睛下垂 完蛋了 他只要一細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的 所以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變這樣 一定變成 眼睛就是下沉 但是他那種心情好 就會變小狗 就是那種汪汪眼睛 怎麼好又在往上 不動 就是一些細微的變化 對 只有你看得出來 只有我看得出來 他只要一下垂 那妳怎麼辦 我先生呢 他就是希望每次回到家裡 就有一桌的菜 你第一天 第二天 十年了 每天都桌子都有菜 我不用減肥 我已經跟他講說 我要瘦身了 可以不用準備我的餐 可是他就是說 沒關係 我幫你準備瘦身餐 然後瘦身餐 就是比如說 我跟你講 就只要吃一樣就好了 我說對 吃一樣就好了 他煮麻醬麵 那個不得了 我來看一下 麻醬麵 好好吃喔 好好吃 我們家真的 我都說我們家是米其林 你煮 真的要煮的 不是他煮的 然後餛飩湯 怎麼減肥 對不對 然後雖然中間有蛋 這我一定吃光光 但是旁邊那個炒麵 那個炒麵 那個炒麵 糯米雞 對不對 這是他自己做的 然後中間那個 不是普通的蛋喔 它是糖心蛋 他怎麼會做菜 你那個都讓的 他也是可以的 可是比如說 好好吃 好好吃 然後每次都還沒下去 好不好吃 好吃 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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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些時候就是 很多人都會說 黃小柔你為什麼 就是看起來都是 沒看過你瘦過 很辛苦耶 是幸福沒錯 但是你就是瘦不下來 有一天你不吃你老公的菜 就代表你不愛他 我跟你講 有一天我還真的不吃 我就偷偷的沒吃 他發現他 那更可怕耶 你要去道歉了 因為他是整個就是 那一個禮拜的眼睛都這樣 對 而且他是 只要到吃飯時間 你就可以感覺到 他無形的 怎樣 怎樣 那種的 怎樣 怎樣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們叫外送 然後我就看我先生 我先生就臉還是這樣子 就不理我這樣 然後都第七天的時候 我是沒有跟他道歉 我就說 我說其實外食吃的有點多 我說好 下次我大概會留意一下 那你可以煮飯了嗎 現象的 就這樣 快速 而且重點是 他那一天 菜就是直接這樣 等一下 煮好了啦 三分鐘啦 對 他自己都在想知道 我厲害了吧 對 然後從那天開始 我就會去讀他 每次我只要一回家 看到桌子我就先誇獎一番 看一下ASB 怕老公一足 日常必備哪種技能 聽聽QO要怎麼說 一定是要會看點涉毒空氣 因為我有些姊妹老公不知道怎樣 就是那種很專制的大男人 那種古早男人 他們就是會這樣 嗯 就是他就開始就是 那種不耐煩啊 或是生氣啊 這個時候我的姊妹都會 立刻秀到他老公 可能他當下可能不想再參與 女生的八卦聚會了啊 他老公就說 啊 我們差不多要回家囉 我們要回家護小孩囉 就是姊妹們都非常會 讀懂我們的靈習 所以如果你是怕老公一足的話 一定要學會看臉色 不空氣 我選A 有次老公下班回家 我就覺得 他的臉色看起來怪怪 也不知道公司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就趕快倒了一杯水給他喝 然後又叫小孩遞熱毛巾給他擦臉 結果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本來在公司有一些事情 他壓力很大 就是心情不是很開心 結果回來我們這樣子以後 他就覺得很感動很模型 所以我就鬆了一口氣 看臉色真的好重要 根據調查 多數QL投給了A 會看臉色讀空氣 得票比例76% 你覺得正常嗎 果然76%覺得 看臉色讀空氣是必備的技能 選B的不正常 請噴 我覺得人家要解釋一下說 看臉色 我們可能會有負面的想法 像我們就是比較委屈 其實你從正面的意義去看的話 就是說你去讀他的表情 對 我有這個心意對不對 對啦 我昨天才跟他道歉都沒有用 我覺得就是 你一定要先讀空氣 不然的話你等到對不起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已讀 已經炸開了 對 對 就是我 對不起啦... 好啦下次不敢了 不要再這樣啦 其實那些都假裝的 我必須要講 那些都是 就是 你打電話也客服人 客服人員說 對不起... 一定會為你處理 態度要拿出來 是 後來我女朋友有教我一招 他說你先寫好 大概萬言長字 就比方說一千 至少要寫很長 漏漏人的文字 儲存在手機 哪一天他真的是你知道 踩到你底線的時候 你就秒發那一千字 他是不是就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 你忍我這麼久 你寫好了 每天都要記錄啊 比方說他 昨天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今天剛剛當下 比方說他罵了你什麼 你幹嘛不帶傘 你把我的傘丟掉 你都不知道嗎 因為罵的時候你不講話 你就開始唱歌啊 我怎麼可以這樣 我就好過了 當老公子會覺得他自唱 不會 因為他都會這招對我 我就更厲害了 我跟你講像我老婆 今天有做我摩羯座 我們是不會把對不起 講出口的 但是我們自然也有我們的 一種和好的模式嘛 就是炒...薑屎 然後我老婆就默默的去 打開冰箱切水果 然後切一盤 他放在桌上 他也不會很禮貌 老公吃水果 他也是弄了一副好像是 很帥一樣 理所當然 我們自然感受得到 這就是他之前的方式 台階了啦 滿可愛的 你這時候不要再裝逼了 你不要在這邊 不吃 那就完蛋了 什麼東西 你不要在那邊 你每次吃了 給你樓梯快下 對...趕快吃 吃了十幾條這樣 好好吃 然後吃了 因為天在心嘛 他轉頭看他 去洗澡吧 你不要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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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說 對不起 三個字 三個字 好 來 霸道老公說哪一句話 會超級沒道理 A 你又不接電話了 B 能不能快一點 A還是B 來 請選擇 其實我沒有動作慢 那時候是我們去台南 一個民宿玩 吃飯之前我就說 我一點要Re搞 那其實那一次Re搞 我也有點害怕 因為那個節目 每一次的這個故事 都要Re好久 因為我已經吃完 我趕快吃很快 我就出來看著窗戶 我就開始Re 可是我發現這個人也有一點 就是不是很會 不是找得到方向 重點 Re到差不多四十分四十五分的時候 我都站得有點痠 我都坐下來了 坐下來還去人家吧台 倒一杯飲料 我老公就說 可以快一點嗎 能不能快一點 我就說可能沒辦法那麼快 快好了 好 然後後來他又 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 因為我會去Re Re到我都已經翹腳了 開始喝飲料 然後邊Re了 然後他又說 還是這樣一直畫圈 一直畫圈 他還知道要畫圈圈 對 那時候已經一個小時了 好 酸 酸過錢講 比較低 因為我們兩個小孩 他有時候會從這邊 跑來跑去這邊 突然間有一陣安靜 我就覺得 我可以好好忍 我說那這樣子 故事應該可以了吧 那時候已經一個半小時了 太久了 對 結束之後呢 那為什麼不直接去錄 都可以錄一台 我也覺得很辛苦 但是我就說 辛苦你了 我就掛電話 掛電話之後我就覺得 好累喔 然後後來之後 我轉頭就看 我小孩都去哪了 那老姑呢 就背著包包走出去 把你留在那邊 然後我就 當下我就跟那個餐廳 問說請問一下你們這裡 可以叫得到計程車嗎 坐的計程車是回台北 還是去民宿 沒有 我是去民宿 然後去的時候 我也是很害怕 真的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去解釋 這個真的很久 然後我就說 我沒事了這樣 他說 那冰箱有綠豆湯 你可以去喝了 然後我瞬間就 還好沒生理東西 有時候在家裡 他說兩點要出門 對不對 是大家講好兩點要出門 可是我總是會 這個電燈沒用 那個哪裡沒關 冷氣烏或什麼 怕瓦斯沒有 或是哪一個電風車 對 就在那邊檢查 他會站在門口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如果你幫我弄這些 我就不用 可是我也不敢跟他講說 你等我一下是會死 是不是 對啊 支持你 可是我就是不敢 我在我們家 我不敢說快一點 但是我就是 都用行動超前部署 他們在客廳 我就走到門口 他們到門口 我就走到電梯 那他們沒有再理我了 我老公只要講 不接電話 我會很生氣 為什麼你們都不接電話 好奇怪 比如說我接電話 我會出門 我也讓你知道我跟誰了 那你也知道 我要跟姊妹聊天 而且我是一個很不喜歡 我在聊天的時候 都是 是 我覺得那是基本的 所以我就手機都會放在那邊 關無聲 然後就很開心的 跟姊姨的聊天 然後我們聊完之後 講完之後 確定要走前十分鐘 我才會看 有些時候我們女生聊天或幹嘛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 放出去的時候 就是常常會不在正確的時間 比如說日常是 可能十點 可是十點正是精采的時候 妳怎麼可能回家呢 才有 對 然後我就會拗個半個小時 或拗 然後我就會可能 就那半個小時就不接電話 不… 妳要報廢 我幹嘛報廢 因為老公會擔心 對 我是頭腦 他就說他會擔心 可是我就會心裡想說 我這麼大的人呢 台北市 拜託 誰不認識我 我不會有事的嘛 那你也知道我在偷 偷這半個小時的快樂 那你為什麼還要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接電話 你幹嘛… 你越這樣我就越生氣 越不接 妳不曉得老公的心態 怎麼了 我老婆帶著我女兒去韓國 就昨天嘛 昨天的昨天就前天 他們還會主動來跟我視訊 差不多九點鐘左右 所以我估計 他們在外面怎麼玩 應該九點多就會回飯店了 那昨天我也九點多 回到家裡面 那我就打視訊電話 沒有人接 對 過十分鐘又打 沒人接 然後在九點半 沒人接 我開始心裡面在毛了 你知道嗎 對… 他們母女兩個人 在韓國 那會不會出什麼事 韓國會 然後我就想說 糟糕了 我怎麼擺逆竟然有一書 我不知道他們住哪間飯店 我開始想說 如果我在韓國放幾點事故 那我該聯絡外交部嗎 還是怎麼樣 選到這麼遠去 那如果我一直找不到 一直電話沒人回呢 如果一直到半夜兩點 沒人回呢 那我該有怎麼樣的措施 我半夜要去找誰 還好續經一場 大概十點十五分的時候 他們回來了 然後打給我 我說怎麼沒接電話 我口氣很兇 因為我那是驚恐跟焦慮 對不對 他說沒有 因為他們去宏大商圈 然後那邊很吵很鬧 所以他們沒有聽到 我的電話聲音 所以我們擔心的是這個 安全 安危的問題 所以我就 我跟你講 你現在把你相關的資料都給我 那個飯店是哪一件 紅到那個叫RICE 放地址在哪裡 對啊 所以沒有 我覺得合理 這個合理 而且像這種地方 我自己會做到的是 如果我知道跟姊妹她們 聚會會到晚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一定都會 傳個訊息給她 就不會有這種做 她有啦 她就跟我講 就傳個簡訊會怎麼樣 對啊 妳們每次都說 可是就沒有時間 妳有沒有去尿尿 有啊 尿尿就是尿尿 我是選B 我覺得那個比較 對我會比較不舒服的是 能不能快一點 因為我老公他個性 急躁起來的時候 真的讓我很不舒服 而且常常就是會講這句話 像我們這一段時間 其實都在做家裡面的裝潢 就是因為我知道 他是一個個性 會比較急躁的人 裝潢好了沒 到現在都還沒 就是因為這位大哥 他有各種 十萬個為什麼 跟他有很多很多 他的想法 我看一下 他會想要跟設計師討論 最近的狀況 所以目前到這樣 電視牆嗎 好 你看我的電視牆 那兩個白白的這個電器的 開關 開關盒子對不對 他最近有問題 他就覺得 這為什麼不是黑色的 這應該要是黑色的 這兩個白白的在那邊 他就會覺得不舒服 你電視架上去就看不到嗎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 電視架上去 他就不見了 沒有關係 但這位大哥就會覺得 不行 然後他會急躁到 即便是假日 他就拿個奇異筆塗黑 對 他就會覺得 你現在立刻打電話給設計師 要跟他討論 為什麼他想要這麼做 他有什麼想法 我要把它改成黑的 或是像我們的那個 我要覺得擺得好看 洗手台 洗手台 他就會在意說 還有嗎 照片還有嗎 有 我有帶來 他就會在意那個90公分 還是92公分 差那兩公分而已 哪裡 就是這個洗手槽 這個麵盆 對 它這個麵盆 它好像是做90公分吧 但我先生覺得他92公分 但其實兩公分只差 就這樣子而已 對 然後他也是急躁到 覺得 你現在立刻打電話給他 我就要知道這邊 為什麼要這麼做 可是他的孔已經都留好了 你差兩公分很難處理 對啊 我就跟他說 這不用了啦 而且講真的 你就跟他講 好 我跟他講 可是設計師說 好聰明喔 他為什麼一直要叫你快點 因為他如果不加這句話 其實我老婆有時候 也會這樣 對 這個事情可能遙遙無奇了 因為你們就不會打這個電話了 喔 對 不知道耶 然後就幾 像是我都會四兩波簽記 我就會說 不用打電話啊什麼的 但他就會立刻 自己傳訊息給設計師 然後逼著設計師說 你家住哪裡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直接過去找你 所以我們其實 這樣子好幾次 就我們直接殺到 設計師家的附近的7 跟他約去那邊 討論我們的設計 反正喔 其實我們的Case很辛苦 美中華一次房子呢 就是一定會跟那個設計師決裂 你只要記得這件事 對 你中華五次就會跟五個設計師決裂 真的 真的 超開心耶 你老公就是慢不下來 對 完全不行 因為像我老公 他是其實沒有像你老公那麼急 他本身就很慢 所以在我們之間 不會發生這個狀況 但我老公是 跟玉琳哥不一樣 你是因為安全的問題 才會想要打電話 我老公是雞毛蒜皮的事情 都要打電話 然後因為像我是舞蹈老師 我平常 交課的時候 都是用我的手機 在播放音樂 對 那一打來就會中斷啊 對 你可以想像喔 就是四五十個學生 電話一打來所有學生這樣 就看你要不要接 所以我不是不接老公電話 我是誰打來我都不接 因為工作重要 所以他們會跳到一半 就這樣 因為他們後來就習慣了耶 我老公 然後你把他按掉 他們就動起來 他們現在真的已經會這樣 被我老公訓練到 他們說老師 你老公又打來了 然後重點是我每個月 都有給他我的課程表 我真的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在我上班時間 一直打電話 然後下班又要接受他說 你到底為什麼不接電話 我不懂 他上班時間打來都是要幹嘛 他沒幹嘛 他會說 你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我不能等我下班再打嗎 滿不穿 對 拍拍呢 拍拍 我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選的是B 就是我老公也跟我說 我可不可以快一點 這件事情 因為我近期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賣黃金 在網路上會賣一些 黃金的金飾飾品 這個小鐘他姐姐是賣銀的 賣銀飾 對 他是賣銀飾的 對 我是賣金飾 然後因為你知道嗎 我目前沒有任何的 POSE系統 就是那種電腦的一種 一些那種資料 或資訊什麼的 我全部靠頭腦 就是每一顆黃金 它有不同的重量 多少的工錢 妳用頭寄 我用頭寄 我很辛苦 然後每一顆的東西 什麼是 可能它是古法工 或者是什麼樣 怎樣這些事情 我全部用頭腦去寄 然後可能假設今天 嘉欣要的是這一顆 然後因為要的是這一顆 我就要開始寄 然後這時候 我覺得我們家 有一個便條紙的地方 我全部這樣貼好便條紙 不然會忘記 貼... 對 你看我就這樣 瘋狂的貼 對 因為我沒有任何的那種系統 可以讓我知道說 哪個客人買了什麼東西 可以直接有這種東西 沒有 這颱風貼來就不見了 對 跟你收集那個湯匙有沒有 很像耶 好規律喔 對 然後我就是這樣子 有點像 塗髮煉鋼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去幫他們 寄這些東西 然後我真的覺得 我老公每次就是 他就很喜歡在我 趁我很忙的時候 就會說 老婆 妳要吃什麼 我說等一下... 因為我很...很煩 然後他就會說 炸掉 他在忙在那邊 對 我就說 等一下 我現在不吃也不會 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很煩 對 所以這一句話 我真的會炸掉 我覺得 像剛剛我前面講了 我就是 比方說剛剛開始錄影前 我就有先寫一個 我要開始錄影囉 所以待會兒不能接電話囉 大概四點以後 然後我就關機嘛 就是 所以我前面已經先鋪陳 如果我沒有接到她的電話 真的也會死 所以我會選擇 妳到底多怕姐 妳這樣把妳老公講成果子 多怕 而且她說我會死 不是 太多怕 很真心 妳老公是演員 她不是流氓 沒有 太可怕了 玉琳可怎麼知道 她在家都演流氓 她要演吹附一下 不過她那個方法是 我應該先告知 對 所以這一招我就 我就PASS過關對不對 對 但我真的很害怕她說 妳到底還要多久 妳能不能快一點 為什麼每次永遠在等 妳們 而且很奇怪 她不只等我 她把小孩都算我 那我這樣機率會很大對不對 對 因為大小孩小小孩跟我 三個人只要有一個人出狀況 所以後來我就跟小孩講 我跟你講 爸爸就是在我們要出門前 會在家裡 來 妳說幾點 10點對不對 妳講一個數 然後她就開始 所以我就說 我跟妳講 她都很損失嗎 其實也不是 但她很肥 她就是我10點到樓下 開車了 我忘記拿東西 頭一 妳說這樣算不算 我已經抵達有沒有 我現在已經抵達攝影棚 然後我什麼東西忘記拿 好 那我就跟小孩講 待會兒 10點我們就要準時逃難 妳們不要等我 我也不等妳們 反正誰的錯 那就算誰 然後大家就各自往前奔跑 對 不然的話他們真的會有事 後來我又用一招就是 小孩常常不受控制 他臨時出門前 他跟妳說 媽媽 那這樣子妳是不是被他害 所以我就說 被他害 小孩 媽媽我偷偷跟妳們講 以後只要出門前 媽媽很忙 有任何突發狀況 找不到襪子 或者襪子兩隻不配 去找爸爸 因為爸爸很閒 而且你們要拔爸爸 對 我也是這樣耶 你們要拔爸爸怎麼樣 控制住 然後我就先逃難 有沒有 通通找爸爸 對小孩不會抱就對了 對小孩不會抱 會 因為小孩都會找媽媽 好煩喔 然後都算在我們一起的 妳講到一個很重點的問題了 那真的我誤會我老婆了 因為小孩在抱怨說 那個頭髮沒綁好 那我就說妳看妳們 妳們 我就講妳 對 如果我女兒這時候 爸爸妳幫我綁頭髮 那變成我的事 對 所以妳這個是有智慧的 這個叫乾坤大挪儀對不對 對啊 妳看結婚酒還是有經驗的 對啊 她跟結都學生 是...真的... 對 還是有那種求生技能 比較強 對... 那到底是A還是B呢 霸道老公常說哪句話 超級沒道理 聽聽Q要怎麼說 那是B呢不能快一點啊 每次我老公說自己去 我就火大了 因為... 急什麼啊 我在化妝耶 我化妝是給妳面子耶 但是我跟妳出去 我是想給妳面子 化好妝給妳的朋友 羨慕一下 妳有個漂亮的老婆 所以化的時間是比較多 所以妳在吹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超討厭 老公是說自己去的 我選B 我覺得 叫妳能不能快一點 真的很不合理 因為我要是能快 我不就快了嗎 對你夠 真的是很傻眼 我老公就是最喜歡 他可能如果要來接我的話 甚至他來說可能是不是 他可能出發前打電話給我說 欸我可能20分鐘之後到 妳準備一下下來 沒有我老公就是那種可能5分鐘前就 欸我快到了 下來 嗯... 下來去哪裡 喔我東西都沒有準備我 我去哪裡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可能還要化個妝 然後等我一下 他就說 能不能快一點 我不是就正在跟你解釋我 為什麼不能快一點 請問這位大哥 這樣有合理 這樣超不合理 他就是最喜歡這樣 氣死我耶 根據調查 多數QL投給了B 能不能快一點 得票比例74% 你覺得正常嗎 各位QL 可能要多拆一些保養品 因為他表情太多 會不會很多重 來 大多數人會覺得緊張的話呢 是能不能快一點 來選A的不正常 請噴 謝謝 真的 夫妻相處喔 我跟你講臉色互看 那個老婆喔 其實久而久之你也知道 她什麼樣的表情 就是她的不爽 對啊 你就不要去惹她 真的 很故意耶 我告訴你 人啊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你一直念 能不能快一點 有一天呢 她就快一點 變成你要唱的是另外一首歌 能不能留住你 能不能留住你 好快 真的 對 對 對 郎長 好也不回地走的時候 真快 沒有能不能快一點的 是能不能留住你 謝謝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